欢迎来到刺猬帮 今天分享关于离电池装置的一些使用技巧 手机充电可以充整晚不拔吗 你知道充电电池温度也会影响电池寿命吗 还有离电池的充电循环次数该怎么判断 以及怎样的充电习惯会大大的降低离电池的寿命呢 有什么小技巧可以让离电池的寿命最佳化 以及教你怎么手动帮你身边可拆卸离电池充电哦 接下来我们就把真相说给大家听 心机之蛙一直摸你肚子 真实是一只 我们先介绍随身装置中常见电池的历史 我把它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常见的干电池 包含碳性电池与碱性电池都是 这些算是一次性的电池 用完没电就需要回收丢弃 这样感觉很浪费耶 所以就延伸出可充电的电池 涅格电池与涅氢电池 有点年纪的朋友小时候玩过四驱车 就知道涅格充电电池特性是输出电流大 但容量小 用在自己绕线的自制马达四驱车里 就是神一样的萌啊 啊透露年龄了 但记忆效应非常明显 几乎要把电量完全放光再充电才能充饱 在现今随身装置待机时间要越长越好的需求下 主流就改为涅氢电池了 提升容量之外并改善了电池记忆效应 第二类就是今天的主题 离电池 它的容量密度比涅氢电池更高 更完全解决了电池记忆效应的缺点 尺寸可以做成扁平状的 依照不同电池容量尺寸可以变化 所以手机电池几乎都是这个类型的了 同时也可以做成圆柱型的 我们的手电筒 博文拍 移动小风扇等 大部分都是采用18650的型号圆柱型电池 连特斯拉电动车也是由成千上百颗的圆柱型离电池 整合出一个超大容量的储能电池 尺寸从18650到21700到现在的4680都是圆柱型电池 但目前可替换离电池的随身装置 大多人是以18650居多 那不管什么样形状的离电池 其内部储存电能的化学方式大致都相同 所以我们今天来说说离电池 离电池因为没有记忆效应 所以不像镊格电池一样 要放完电再充才能充饱 更严肃的说 离电池千万不可以用到完全没电 以前新闻常常报道 手机或平板内部电池怀孕了 鼓包起来 甚至爆炸起火 八成都是因为离电池过度放电的原因 离电池在很低电量时 里面的化学物质会从液态中产生结晶 这些结晶一直长大时就会刺破离电池里面层层堆叠的薄墨绝缘成 导致轻微短路 这些轻微短路就会把里面的液态化学成分气化 你就会发现电池竟然怀孕了 这时就代表电池内部已经有部分区域开始短路 此时电池即使没有使用它 也会持续内部慢慢耗尽电量 导致感觉到电池容量越来越不经用 甚至有发热爆炸的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常常看到换下来的电池都是鼓包的状态了 所以为了避免电池内部解禁 尽量不要让离电池电量低于20% 同时如果你会一段时间不使用离电池 那建议你把电量保持在50-80%之间 寿命更长 因为长时间处于100%的电量 也会造成电池内部化学物质里轻微的压力增加 所以像有些notebook会在发现你长时间外部供电时 电脑会设定保持离电池在80%电量来保护电池 然后还有一个影响寿命非常明显 却常常被忽略的 就是温度 有人说手机快充很伤手机电池 其实快充不一定会伤到电池 不管你用无浮一安的古老充电器 还是更高压的快充协议充电器 主要影响的是充电时的电池温度 其实比较高端的电子设备 在零下及低温度 或是极高温度的环境下 都会阻止手机充电 甚至停止工作 就是因为在极端温度下 不利于离电池内部化学能与电能的转换 所以如果你正在使用快充模式充电 手机又正好在玩很耗CPU的游戏 加上一个保温良好的厚重手机壳 那很有可能你正在充电的离电池 正处于接近50度的高温 这时电池里面的压力会增加 也会导致化学物质漆化膨胀的风险 这也是离电池寿命的大忌 所以记得手机采取快速充电时 尽量减少手机高性能运转 必要时把手机壳拆下来 争取更多散热的机会 只要充电时手机不明显发热 那就不会影响电池寿命了 接下来说说循环次数 目前离电池寿命指标 通常以循环次数为参考依据 例如500次80% 就是循环次数500次后 即使充饱电 电池容量只会是全新时期的80% 我们都不是专业的电池专家 但500次听起来是不是很少 感觉一下子就到啦 其实不然 因为循环次数是电量从100% 用到0%才是一个循环 但我刚刚说 不是电池不要低于20%吗 所以实际上情形 可能是60%用到20%之后 一共用了40% 这就代表了只能算0.4个循环 反过来说 你把电量20%充电到70% 这只算是0.5个循环 假设两天充的电都是0.5个循环 那加起来就算一个循环 依此类推 直到累积到500个循环 电池才会变成充饱上限 直到80% 所以其实这样计算下来 可以用上几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也是因为这样 锂电池的特性就是随时想充电就充电 断断续续充到宝 与一股做气充饱电 对锂电池来说 其实是相同没什么差别的 你就放心大胆的想充就充 反倒是不要让电池耗尽 让内部结晶还比较重要 最后还有一点 如果你的备用手机或是有锂电池的随身装置 有一段时间不常用的话 为了锂电池内部化学成分保持活化 建议一个月让它有一次充胖电循环 锂电池才不会忘记自己还能充电 我是说真的 太久没用它的话 电池真的会忘记自己能充电 最后手机可不可以充整完呢 这里我顺便教你怎么帮锂电池充电 顺便来验证这个问题 我们拿出可调电源供应器 首先来观察电池上的参数 里面有电压与电容的标记 如果只有型号的话 可以上网查一下规格参数 通常锂电池最常见的是三元锂电池 它的常态电压是3.7V 充饱电压为4.2V 所以我们把电源供应器电压上线设定4.2V 通常以电池容量为依据 假设电池容量为1100mAh 那充电电流建议不要超过1100mAh 所以我们就把电流上线设定在1000mAh吧 如果你的电源供应器只能设定电压的 千万不可以充离电池哦 切记 电源设定好之后 先用电表量测电池的极性 确认好离电池的增负极之后 再接上可调电源供应器 要确认好极性 要确认好极性 确认好极性 这很重要 要说三次 确认好极性之后 再用二余夹连接到电源供应器 才不会把电源供应器烧毁 如果你是圆柱形离电池 你可以夹一颗铝铁棚强力磁铁当戒指 就可以吸附在电池上了 然后我们来观察充电电压与电流的变化 在电池容量较低的状态下 会以电流上线来充电 直到电池快充饱时 电流会自己慢慢下降 甚至已经不会再充电了 这代表在正确的充电模式下 即使手机充了一整个晚上 离电池充饱后 就会自己停止输入电荷 所以也不会让离电池 有过度充电的风险了 你就放心充吧 手机充饱电之后 充电器就会转为 只供应手机运作的电力 直到你拔掉充电线为止 这样有没有比较了解离电池的特性啊 也知道怎么延长手机电池寿命了吧 有更多关于充电的小技巧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给大家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